如果说15本什么流派好用 那么新秘荣泰坦肯定能排上号 其中一种简单暴力的拉法 就是搭配闪电地震法术 因为之前秀书闪电没升级 一直没有玩过 这场联赛我看到对面5号的这行 我忍不住尝试了一下 他的地狱塔 毒药塔 巨石碑和投手炮 居然都在中间挨着 这要是不玩一波闪电地震 岂不是太遗憾了 刚好我的法术也满级了 那准备搞起了 然后我自己研究了一头配冰 三个气球可以摊陷阱断边之类的 正常的五个天使 两个女巫可以配合蛮王断边 或者给大部队摊路 主力是四个泰坦 然后再搭配一些其他的断边收尾的兵左 法术是六闪一阵 原兵是雪怪套踩 然后我们发起进攻 我们可以先下地震再下闪电 这样可以打出更好的效果 成功以后研究一下爆本的问题 不知道他的首家兵是什么 有点害怕 气球摊一下陷阱 看来不是猎手或者亡灵之类的 能秒英雄那种的 那心里就稳了一点 再探一下原来是这个兵人 那问题不大 女王从守护者这里开 不然守护者打人太疼了 派出友王跟女王一起走 女王自己我怕他顶不住 给这个炸弹塔打掉 顺便探一下有没有黑雷 哎呀我还在研究这个炸弹塔 结果天使被冰冻了 女王技能被打出来了 第一次玩这玩意儿还是有点不熟练 连弩加上这个狂暴塔 打人是真疼 蛮王来了准备给猎手 先别慌就算让他个技能又合法 这个确实是我大意了啊 没注意看女王的血量 似乎已经好久没有玩过天女了 那直接狂暴加冰冻 快速暴本 然后自信回头 准备用头势炮去打这个单头地狱塔 暴本以后准备 大部队走起 这次不用蛮王断边的 可以让他来当主力了 冰人女巫太坦全部下光 让大部队从右侧一路 打到中间的地狱塔就算成功了 然后炸弹开墙龙堡断边 看头势炮这里没有陷阱针对他就好 然后我发现这个女王 她自己走到中间去了 看来今天她必有一解啊 无论怎样她都是活不下来的 不是秀叔不救你啊 实在是有心无力 天使还是很懂的 知道过去哪太坦 单头地狱塔也即将被打掉 大部队已按照我们的思路 成功过来处理掉最后一块火力密集的区域 那先开蛮王大招再开勇王大招吧 这样的话胜负一分 接下来就是坐等三星的局面 可以看到四个太坦一个都没有死 润土的凤凰弹也还没有出发 可以说本场唯一注意的就是女王爆本 其他的都是有手就行 真的是非常简单暴力的流派 秀叔突然有点喜欢上这个了 第一次玩就感觉非常的好用 虽然操作不太熟练 但是还是比较适合我这种中年手残党的 那么你学飞了吗 要不要跟秀叔一起练习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